那原名叫李宇柔的女明星 陳曼菲 他在臉書自己爆料說 他日前在接女兒放學的時候 因為天后不佳 跟名車發生差狀 那當下卻因為 所以情緒失控 就是說我還沒收起 我剛剛在看時間 你給我很麻煩 然後讓場面一度十分的尷尬 最後是貼心的女兒出面打圓場 向車主跟警方道謝 然後這個尷尬才落幕 那志偉可不可以把整個詳情 跟大家做整理 對 陳曼菲他其實寫這一篇 應該講說他就是一個 懺悔文 他覺得他自己很不應該 就是說沒想到他的女兒 比他還要理性 然後比他還要懂事 那他是說他最近 就是開車再去接女兒放學 那他要順便去辦一些事情 那車子是停在停車隔 他要停車啦 應該是這樣 倒車要停在那個路邊停車 但他停車的時候因為下雨 視線不佳 所以他就有點碰觸到他後面有一台特斯拉 那車上是有車主的 所以車主就淋著雨出來 看他的車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那當然他也出來了 他就跟對方講說 看起來好像沒怎樣嘛 就碰到一下沒有怎麼樣嘛 應該就沒事吧 但這個車主是講說 看起來是沒有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還是報警一下比較保險 因為我的車有保險 如果真的怎麼了 我是不是可以有這個三連單 我才可以去請保險給付嘛 對不對 但是因為如果要這樣子 這個陳曼菲他也必須要去做筆錄了 總而言之就是說 他跟他講完 對方跟他說應該要報警 他就說先這樣 我有急事 他就先跑去超商 繳完他的費用 然後出來的時候 發現警察已經來了 那就是特斯拉 他叫他特斯拉先生 所以是個男生 特斯拉先生就叫了警察來了 他看到警察就 內心不知道翻了幾次白眼 不是叫你不要報警 為什麼你要報警 你車子又沒怎麼樣 一般人的心態 但換成你是車主的話 有可能你也覺得算了 不用報警 可是這個人覺得 我的車是特斯拉 等一下碰到了什麼 有問題的話怎麼辦 於是乎他就是說 我報警了 那你就是要到警察局去做筆錄 所以他們就 他就真的很心不甘情不願 載著他的女兒 而且他就說 我家裡面有一個小孩 他是一個喊病兒 他現在是在家裡面等我 我是急著要回去 你為什麼要這樣整我 他覺得這個 就叫你不要報警 為什麼你要報警呢 好 沒有辦法 他只好去到警察局 去警察局的過程當中 其實三連丹什麼寫一寫 要他做個筆錄 然後就說你要不要和解 簽一簽就算了 因為這個也不見得要你賠錢 因為也沒怎麼樣 他說不用和解 我也不想要跟他再見面 他就直接跟警察說不用和解 我不想要跟他見面 然後該怎麼樣我負責 這樣可以嗎 然後那個特斯拉先生在旁邊 也滿尷尬的 但是雙方的筆錄完 都是要給對方看一下 要簽名 警察就給這個報警的這位 特斯拉先生看了一下的筆錄 雖然這個陳曼菲的態度不是太好 他還是簽名了 簽完名之後啊 就是他們要離開了 這個特斯拉先生 去買了一杯拿鐵 就交給了他們 就是給這個陳曼菲 怎麼那麼好 對 他就覺得說 你說什麼不見面 OK 我都可以 我已經簽字了 不要生氣了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 特斯拉先生的EQ還滿高的 陳曼菲的EQ顯然不好 所以那時候 他們要離開警局 走進去電梯喔 你知道裡面有警察 特斯拉先生 陳曼菲跟他女兒 你知道那空氣是很凝結的 因為這個陳曼菲就很氣嘛 就他的女兒啊 就很貼心 就跟警察先生說 不好意思 因為我媽媽真的是擔心 我哥哥一個人 跟外用在家裡會有狀況 所以他的情緒比較不好 那就是 她說我媽臉很臭 對 媽媽臉很臭 然後連一句對不起都沒有講 所以他就說 我代替我媽媽說對不起 跟警察這樣講 也跟這個特斯拉先生對不起 所以陳曼菲他其實是在 檢討自己 你知道他還說啊 他開車回去的過程當中 他女兒就跟媽媽講說 媽媽你是不是就是 全世界我知道你只有對哥哥好 因為哥哥生病了嘛 那如果你我知道你連來接我 我都覺得討厭 因為你急著要回去找哥哥 可是你真的撞到人家的車了 難道你自己做了事情 然後還讓我去跟警察講話 然後你也不道歉 媽媽你覺得這樣是對的嗎 所以她當然就覺得說 自己真的不應該 女兒在女兒面前做了很不對的示範 那她也問 她也問自己說 我有對我女兒不好嗎 我覺得我對她也很好 我也很愛她 可是女兒感受不是這樣 對 女兒還跟媽媽說 媽媽你現在有必要回家開這麼快嗎 我們都已經拖這麼久 爸爸也回到家了 可不可以請教女兒多大 國小四年級還是五年級 這麼懂事啊 小學而已 是 對 好 這個 我想就分兩個層次了 所以其實最重要 我們是要討論她女兒 為什麼感受到 媽媽只在乎哥哥 對 那不過我先請教你黃醫師 因為你雖然不開車嘛 那如果說你在倒車 路邊停車倒車的時候 稍微跟人家碰到 那你會怎麼樣 其實我也是就是 大師話小 小師話 我如果很明顯 肉眼可見沒有問題 我覺得它也不是說人嘛 肉體 肉體 肉眼可見沒問題 還可能有問題 還得觀察一下 那我想說我不懂車子啦 車子不就是肉眼可見 沒什麼問題 不會有太大的差異嗎 如果真的是那種情況 而我又是很緊急的 假設說我要急著去開刀啦 看病人啦 或者是照顧這個重病兒童的話 其實我會很快地說出 我的狀況 然後看對方可不可以接受 那假設是不能接受 我也只好一起去警察局就是 他下來的態度 按照新聞 文字是說 你沒有任何傷痕 可不可以就算了 對 對方說現在是看不出來 為了以防萬一 以後搞不好會有事 對不對 然後他說 以後 以後會怎樣 然後呢 這個 剛剛就只是頂到而已 輕輕碰一下而已 他連痕都沒有 這樣子 那罪方是堅持說要報警處理 後來做了這個筆錄以後 他在警察局情緒起伏很大 他看到和解書馬上說 我不用 不用和解 責任我付 不用再見面 看起來他的情緒是 對 失控了 滿激動的 不過因為他家裡面有小朋友生病 要趕快回去看 那這個 佩穎老師 你也是有開車的人嗎 如果你碰到床亂的狀況 你會怎樣 其實我覺得 我的狀況也會跟剛剛 黃醫師講得差不多 就是如果說 對方他真的是 很堅持的情況下 那我覺得還是要 就是在道義上或者是社交上 其實你還是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對方 就是他如果也需要報案三連丹 他如果後續需要去做出險的情況下 你做的這件事情在 如果我真的是插撞到 我就會把它承擔下來 因為其實我自己的車子也會保險 他的車子應該也都會保險 這種名車都會保險 那就會按照他的想法去走 如果對方他很需要 就是報案三連丹 我就還是會去做這件事情 了解 不過這裡面還牽扯到 真正在車子事故的時候 的法律問題 那請教一下馬律師 這個事情是一定要保險嗎 原則上面 因為台灣的交通事故 已經有一套SOP了 像那個不報警 反而比較不是SOP的作法 不報警反而不是 不是正常的作法 因為以現在來講的話 不管是 尤其是高檔車 基本上都有保險 那這些 如果你撞到越名貴的車子 他越是會找保險公司來處理 他也不想跟你多多說說 因為就像你講的 有些他們隱私還特別尊重 什麼名人的車子 不掛他的名字 是保險公司去處理 所以保險公司就需要 一定報案三連丹 報警是一定要去處理的 而且還有一個大問題 如果今天我們兩個都 口頭 縣長說 好不容易 我們各式回家 請問一下 你有彼此留下聯絡電話嗎 如果今天來又 這個事情發生說 你是什麼肇事逃逸 又產生 很大的一個爭執問題 說我叫他留下來 他不留下來 他就跑掉了 其實是你們兩個講好了 自己走了 那如果互相沒有 沒有留下憑證 所以他可以這樣講 他可以這樣講 到時候就扯不清了 第二個就是像我剛剛提到的 撞到一下 你說那個保險桿 看起來七都沒有掉 那有沒有凹進去 有的時候整個凹進去 七沒掉 他的保險桿位移了 那那個位移你也知道 有的時候那個一公分 兩公分的位移 就車主來講 他會認為 我認為還是造勢 還是車損 我也可以要求保險公司來看 如果他凹進去個一公分 我也可以要求他修 因為就他們 以保險公司來講 或者是出險的人來講 是我的權利 這是我的權利 那你目測不見得跟 事後拖回去 這個 不是 回到修車場 要吊起來看 原來是撞下去了 結果裡面一個螺絲 或者一個卡榫斷掉 我遇到過 外觀OK 結果他那個卡榫斷了 斷掉了 然後他說那這個斷掉算什麼 其實名貴的車子 一個卡榫算一個錢 一個扣環算一個錢 我去修過 他們就是按照一個一個 就這樣算 對 所以他們 一定要這樣 一定要這樣做 對啊 你就打了啊 然後還有一個受傷 受傷最麻煩的 撞下去 你說在前面瞪一下 我說現場沒有問題 日常會不會有問題 我腦震盪瞪起來 回去腦震盪 結果就發現 死無對症啊 過了一天以後 發現頭暈目玄 然後說我什麼腦震盪 那如果今天報警 有警察來 至少有一個第三方的 公證人幫你去看 李先生 馬先生 有沒有 身體有沒有微樣啊 目前沒有還好 OK 至少他能夠幫你證明 好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